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漆油量度器的准确性 这是一个电磁波的漆油量度器 它有些calibration standard 现在我主要是计算一些铁磁性的 所以它有些standard 这块是一块101micron的涂层 就是类似一些胶纸很薄的 相等于你们的噴漆 你会一层膠盖住铁 你用这个仪器读下去 就读到口头 现在读出来104 剧正负5%都很准确的 103 其实也不会差太远 因为噴油 噴不到3micron 所以100和103的分别就不太大 因为它的线灰是100和500分别 或者100和200分别 我手上有500micron的涂层 这个就只要是拿它 然后这个是铁片 這個是比較厚的塗層 如果是線的灰會有200-500mAh 現在我的手機還在穿103mAh 我就放進去 大概是511mAh 也算是準確,也不會偏差太遠 509mAh 再度一次 就513mAh 即是不會太離譜 我再放一個100mAh 那就是這個手機 就是有一個套層 所以我絕對相信這部機 可以量度到 出油的有沒有做過手腳 OK